看到民進黨現在有危機 那麼在故宮的部分 也陷入被逃空的危機嗎 現在被爆出說有三樣的一個 可以看到古物都被摔破了 消息傳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震驚 尤其是看到照片 哇這個摔得也太慘了吧 有這個首先看到這是一個 焦黃綠彩雙龍小碗 還有暗龍白骨小黃紫碗 以及一個青花花卉盤 好大家就要來問問了 到底有沒有隱匿呢 那麼現在也炮轟說 院長吳祕查不尊重專業 內部的管理有問題 真的是世界級的醜聞 甚至還被傳出說 有沒有可能是狸貓換太子 要行政跟監察院要來調查清楚 那麼故宮的院長吳祕查 他自己也有開了 在前幾天召開記者會說 絕無隱匿 但是呢大家也希望說 一句話我們能夠相信你嗎 文史作家蔡正山說 希望能夠公開監視畫面 怎麼破的講清楚 有沒有隱匿也不是一句話 就能夠交代的 那麼現在作家楊杜委說 話也要找人啊 以下這個到底是不是 原物不能夠被盜賣 好顧公有回應說 會調查報告監視器截圖 來提供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員會 讓大家能夠看清楚 但是這個真的是一個 非常非常離譜的疏失喔 大謹哥 的確我們看到這三件古物或者是國寶 等於是我們最古老的大概是從明朝嘛 然後接著一個是清朝的康熙到清朝的乾隆 那我相信台灣人民之所以覺得匪夷所思的就是說 這些瓷器不管是盤子或者是碗 他們經過了幾百年的時間 他們都活得好好的 然後這幾百年有發生過戰亂 動盪流離 然後這幾百年 他們也可能被人頻繁的使用過 就這幾百年都可以活得好好的 到了台灣國民黨拿來了 這個70年也還過得可以喔 怎麼到了民進黨執政的時候就可以 就會變成這種資離破碎的慘狀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喔 那麼這是第一個 就大家覺得說過去這幾百年都可以守得住的古物 為什麼到現在會變成這樣 那麼第二個問題是 這個無蜜查也好 故宮也好 他給大家的一個交代跟說明 讓大家不能接受 就我們看到有兩樣 他說這個查不到是誰幹的 這個人是誰殺的不知道 無法究責 因為我打開來他就是這樣的 可是妙的 就我們過去擔任立委的時候 我們曾經去考察過故宮的這個收藏文物的 相關的這些庫房 他是恒溫的 他也有注意濕度 所以你不要說這兩個碗放在那裡 結果放了之後幾百年都沒事 結果放在這裡這段時間忽然 他就熱脹冷縮碎掉了 這講不通的事情 就我們看到這兩個 他其實都是類似摔碎的 就怎麼摔碎的 這件事情居然講不出個答案來 那麼然後第三就是說 事實上這些東西他們在展覽也好 他們拿出來拍照也好 那麼他們做其他的這些登記的記錄也好 他們都有一些書冊做進出的記錄 到底是誰拿的 拿出去辦了什麼活動 是誰返回的 什麼時候送回來的 這有這麼難查嗎 這查一下最近的這兩件 現在不知道是誰摔碎的 這兩件到底最後經手的人是誰 是哪一個單位經手的 那這不就水落石出了嗎 因為這兩個很顯然的 不可能是在存放的時候自己裂掉的 如果是存放的時候自己裂掉 冤有頭載有主 負責存放的人也要負起責任呢 所以你今天不可以兩手一攤 告訴我們說誰都不用負責 因為打開來他就變成這樣了 這怎麼講也講不通啊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這三件國寶 面臨到這樣的下場 其實台灣人民大家會覺得很心疼 他為什麼是國寶 因為他睡了就沒了 他不是我們可以再造一個出來的 沒辦法複製的 他經過了幾百年 他反映出來這幾百年前的一個生活 所以這是一個很珍貴的價值的東西在這裡 而你今天把他弄睡了 不是你說幾句說 我找人把他修一修拼裝起來 年一年就這件事情就算了 他睡了就是睡了 那麼這個地球上我們就少掉了三件 歷史上大概已經幾百年的 一兩百年的這些物件 這樣就沒有了 真的太可惜了 好 現在立委李貴明呢 就來呼籲了要全面 必須要全面動員 行政跟監察單位要來動員 要來徹查 是怎麼樣被毀損的過程跟背景 還有這些經手的工作人員 職責操守要釐清 類似的情況到底有多少 會不會還有我們不知道的 來回應民間對於禮貓煥太者 執意不能夠放任 吳明查自說自話 而且說了整間風波離譜至極 還凸顯什麼呢 民進黨執政最大特色就是黑箱 所有東西都不能夠讓民間知道 都不能夠讓老百姓知道 那麼現在資深演員李毅群也說了 他認為說這個砸了 他們派去的人就不是專業 他如果去管 他都不會讓他砸了 那麼國民黨智庫 趙極仁陳徐先生說的真的 吳明查就是不尊重專業 我們請教林桃 事實上 我們看到這一次的案子 最讓人家生氣的 就是黑箱 過去我們很生氣 這個疫苗的採購的這個合約 為什麼可以封存30年 如果這一次不是立法委員 主動去因為故宮裡面 有人看不下去 有吹哨者來提醒立法委員 把這件事情東窗事發 請問我們還要隱瞞30年嗎 那同樣的事情 在過去在這個風雨飄渺 動盪的時代 這70萬件的真品 都可以回到台灣來 我們來做保存 怎麼這陳平時代 你這兩年就摔掉三件真品 我們想要知道就是說 如果今天不是立法委員抓出來 那你這些70幾萬件 還有哪些是有破損 有不見的 還有網路講的 狸貓換太子的狀況 這些全部都是要查出來 這不是你內部開考基委員 簡單去懲處你這些 相關的辦事人員就好了 到底是怎麼摔破的 還有哪一些 這70萬件要不要再按照清澈 一一的清查 這才是重點 我們看到其實這個過程中 摔破這些三大國保 我們心裡都覺得非常的痛 因為那是我們台灣的寶物 是我們中華民國的珍寶 我們自己平常在家裡吃飯 我們摔破碗 講歲歲平安 而我們一兩年 我們也沒有摔破這麼多的碗 你這不是 你這是好幾年才拿出來清查 移動一下 一次你就摔破三個碗 我們的行政院長蘇貞昌對外講什麼 他說這可能是質地很脆弱 我問你 這是明朝的古物 難道質地不脆弱嗎 那過去在顛沛流離的時候 過來都可以完好如初 為什麼在你手中拿出來就破碎呢 這是整個故宮管理 在2019年2月14號 吳密查上任之後 最大的管理危機 剛才提到每一個管 每一個這個博物館裡面的分門別項 都是非常專業的 他在人事人用上面 就發現很大的問題 而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對於這些破碎的事情 密而不查 我們看到其實故宮 在這幾年 我們故宮是全球 前五大珍寶的這個博物館 在2016年的時候 我們在亞太區 故宮是排第三名 這麼有名的博物館 人流這麼大的博物館 竟然在你民進黨執政之下 每年每況愈下 到達2019年的時候 我們已經排名第19名了 我們到2021年 我們排到第19名 當所有的國家 在重整整個博物館 在重整觀光的時候 你們故宮在幹嘛 你吳密查到底在幹嘛 我們到現在去年的整體的 這個觀光的流量是41萬人 創下史上新低 而且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在陳平時代 在這個疫情的期間 大家針對餐廳也好 旅館也好 博物館也好 正是好好的做整個清查的時候 做整裝的時候 你怎麼會在最有時間 細緻去照顧這些文物的時候 還摔破文物 我們看到現在故宮在推什麼專案 在推新故宮專案 花了101億元 原本要在2024完工 又延後到2026年 因為一直流標 我們看到這個專案 大部分都是交通 景觀 建設 就沒有針對這些文物的保存 跟整體的數位化的比例 有什麼作為 這就是本末倒置 所以我最後一句話要送給民進黨 如果這些故宮的珍寶 你今天民進黨可以打破這些珍寶 可以打破這些碗 那我們今年底 就讓你民進黨丟飯碗 我們可以看到確實 就像林涛講的 其實在很多外國遊客來到台灣 一定要去故宮走一走 在這邊有非常珍貴的一些文物 那麼現在不止兩年三件的穀物 被毀損 現在就連國寶 故宮也自己不要了嗎 這是藍千山館的文物 從1969年寄放到現在 但是在10月31號 故宮以庫房空間有限為憂 不再續約了 他們現在不要了 上千里院長建議保留這員工說 對於這個庫房的空間有限不續約 同仁是沒有辦法理解的 那麼故宮內部人士說 不續約是故宮主動提出 中華語文教育促進協會民主長 段馨英也說 要不要告訴大家為什麼 存放在這邊55年 好好的存放在這邊 但是突然你就沒有空間可以放了 到底有什麼樣的問題 施教授 第一個先講說 其實現在民進黨他是無所謂的 因為他是全面執政 你要組一個吊贈委員會都很難 第二個是他心態上是無所謂 人肉弦顯 OK 那當然第三個其實就是說 因為是要用自己的 就是這個樣子 問題就是說這個穀物保存等等這些東西 可能他現在用的是新的規定叫歷史CBA 然後自己嫡系的門生子弟 那這些就是他冠冕堂皇嘛 他就是這個樣子 不尊重專業 OK 好所以現在是不是就剛剛看到 不只是在保存穀物的部分 甚至用人方面 大家也覺得有一些問題 有大顯哥 的確大家想想 故宮連國保都不能夠保護好 是 民進黨有什麼資格來跟我們講抗中保台啊 這國保的保存 就像剛才領導演講 這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連這件事情你都做不好了 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的30分鐘 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 酸甜好喝